请不吝 静悟啊 这件事日本人不会善罢甘休 你有万难的时候 要有个应急准备啊 你啊 就别瞒我了 老朽倒是有个办法 不知道是否合你的意义 这样吧 我们把它写在手心上 对一对好 好啊 好啊 新四军 吴会长 申明大义 有您的支持 我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干了 静悟 宫室修得怎么样了 马上就去宫了 我这就去看看 必须得去 只要把宫室修好了 才能保证我们江海商民撤退 是 那我这就告辞了 等等 我还有个事要跟你商量 您说 就是 我这小你 算了 算了 这个事 有时间再说 你先忙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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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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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南京是我们日本人的盟友 先你三天内必须服从 负责我们的部队将铲平江海镇 当然了 在开炮之前 你可以举白旗到我们的阵地上 我保证你的人身安全 我现在就能答复你 除非日军占领江海镇 绝不会服从什么南京政府 唐景吾 你不要以为你自己有一个防御工事 就可以抵挡住我们日本人的进攻 可能抵挡 但是我们江海镇中立区的地位 不能说改就改 这是个尊严问题 我等着与阁下与时俱焚呢 唐景吾 你太不识台剧了吧 我可是向御天将军 说了你不少的好话 否则 你今天就可以看到 坦克的威力 田中大总 您不必为难 这样吧 我辞去我这个团长之务 换一个你们满意的人 来当这个团长 您看这样行吗 这就是你给我的最后答复吗 算是 这汤景吾说得的人 就真的得罪了 万一这真的来人兴兵问罪 这该如何是好 那也不能答应他们的条件 要不然江海镇 那就成了日本人的地盘了 你没听那个陈代表说吗 他要把黄军带进来 日本人来了 我看你怎么办 那好啊 你去啊 你去给日本人说 说你答应他们的条件 那背后指着你脊梁鼓骂你的 我恨奸 你才是恨奸呢 你是恨奸 都怪汤景吾 我看他这个保安团长 别当了 他不当 你来当 你有那个本事去周旋日本人吗 你跟我杠上了是不是 我跟你没完 好了 没完 你看看你们这样子 成何体统啊 这唐景吾怎么还没来啊 去看看 不用叫了 胡会长 景吾啊 你看这事 胡会长 我唐景吾啊 实在是无德无才无能 没这能力 当团长 告辞 告辞了 来 他 他团长 你你你真的要 要离开保安团呢 我已经辞职了 不是你这样 做不正合小鬼子的心意吗 对 还有颜色呢 对对对 还有颜色 老吴你跟他愣着干啥 你就帮着劝两句啊你啊 大哥 别走了 你们就别劝我了 我与其在这儿当汉奸 我还不如开个人所 致命救人呢 胡会长来了 他他要走 你你你劝他几句 真要走啊 真要走 我要是挽留你 谢谢您的美意吧 我都已经决定了 如果我强留你 那您给个理由 进屋 我有话要跟你说 唐班长 你知道江海镇有多大量 方圆不过十里 不错 江海镇弹丸之地 既无险要可守 又无尖船力炮 日本人为何不强攻而下 任凭你建立中立区 缓冲带 自由发展 我想问唐团长一个问题 一旦日军强攻江海镇 你们修筑的防御攻势 能抵挡日军多久啊 如果日军不出坦克 打炮的话 能坚守三天 就算你能守三天 可江海镇仍然是日军的掌中之物 砧板上的鱼肉 那您的意思是 日军故意不打我们 怎么了 我告诉你个秘密 一个天大的秘密 孙殿英是谁你该知道的 道东陵的妹妹 这位东陵大盗 把东陵炸开以后 将里边的宝藏洗劫一筐 一部分变卖 贿赂大官显贵 还有一大部分命令押运部队 要找一个没人知道的地方 藏医起来 这支押运部队 经过江海镇 宝藏随即消失 那您这意思 这宝藏在江海镇呢 胡复一炸 这都是传说 以讹传讹 藏团长 请过目 青铜九尊 这是商代的古物 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 胡复一炸 胡复一炸 确实是东陵之物 怎么会在这儿啊 我就是守宝藏的守宝人 这回你该明白 日本人 为什么不把江海镇 毁于战火的目的了吧 这传说是 是真的 你也应该明白 我为什么忍辱负重 留在江海镇 宁愿背负 汉奸的骂名 就是为了守住宝藏 让日本人死了掠夺之心 胡复一炸 真是奸人命大呀 唐长长 你愿意留下来 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使命吗 雷熊 云大帝 προ Hobbie 江海镇讲情意 干杯 干 干 我就是守宝藏的守宝 这回你该明白 日本人为什么不把江海镇 毁于战火的目的了吧 你愿意留下来 和我一起完成这个使命吗 大哥 大哥 你怎么了 有心事啊 琢磨着呀 咱们这个攻势 虽然说是修好了 可真等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一来 这不就跟纸糊的一样吗 弟兄们 我刚刚说错话了 今天这攻势完工了 这都是弟兄们辛辛苦苦修筑起来的 可喜可贺 我刚才的话扫大家的兴了 来 来 我自罚一杯 汤团长时候说得没错 日本人有飞机大炮 弟兄们都知道 我们的战斗力 也不如小日本弟兄们也都知道 但是 我们有了这个新的攻势 我们就有决心 我们就有决心 和小日本 冲战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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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支这话发电 速搞到攻势了 详细防御图 冲战 凤姐 三爷 您今天打扮得可真洋气 听到凤姐找点 我激动啊 我奔走了一天 专满了这身衣裳 三爷 以后等了您发达了 你可不能这么跟女人说 要不然女人会骄傲的 到时候 您见得着吃不到 心里可痒痒的难受呢 凤姐 您这真是太好的 我以后啊 添添这个药 那您怎么去兵营啊 都发达了 我还去什么兵营啊 连奖孩这我都不想带着 我要去南京 去上海 我还要去东 东 东京 东京 这个香港呢 也归着这个黄菊的 我还要到香港去看看 有理想是好 我今天让您来啊 就是让您可以马上实现你的理想 那真是太条了 什么事 快说 我有一个富翁朋友 他想要一份你们的公式防御图 图一到手 马上给你金条 这个正题公式防御图啊 倒是油 可是 被那个汤静吴给撕了 撕了 他疯了 你用的手怎么办 他说他脑子好 都记得他那个固脑子里了 哎哟 晚了 没有什么完了 我说 你挣钱晚了呀 你机会没了 可惜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事 团部开会 让你去一趟 你确确定他是在画公式图吗 我确定啊 打我的时候图子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不是因为为了出气 才向我汇报的吗 不是 我 你听着 我跟你讲 一个人在认真干一件事事的时候 他怕吓 就老五那脾气 你吓过他 他不打你吗 谄部长 我跟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 你还不了解我吗 我要是告状的话 那我肯定就去跟团长说了 说也奇怪 这团长当着全团的面 制定的纪律 说过不许挂公式地图啊 他还挂 小 小许 这件事不许和任何人说 也许老五就着怕公式不兼顾 要重新检验呢 最近你别去招招呗他 这事我我我处理 走吧 知智华来电 吴德普的身份 极其可疑 战前常来上 但不知原因 大家都知道 战前 我们上海是各路间谍的天堂 但是这个胡德普 表面上看一团和气 可总在关键的时刻 做江海镇的主 他比那个矛头小的汤靖 极有诚服 如果他是共产党 那现在的江海镇 就是共产党的根据地了 那我们就相理他们 我们占领江海镇 田中军的意见哪 我不赞成小野军的意见 因为我们现在的兵力 都在清乡上 武力彻底消灭保安团 我还是赞成将军您 原来提出的考验计划 那样干 成本低 而且能进能退 那好 你们要听通田中的指挥 我要看一看 这个汤靖武和胡德普 是如何反应 田中 你立刻集结部队 明天就进驻江海镇 我要看一看 这姓汤的和姓胡的 是如何对待我们 是 喂 保安团的士兵们 黄军就要战战江海镇了 怎么能躺 请你们马上放下武器 抵抗是没有用的 我无意中啊 听田中跟我说过 他们要是真打我们的话 和带着坦克过来 先把防疫攻势给压平了 看 看来是是是 是来吓唬咱们 没错 吓唬咱们 弟兄 多多放下 放下 把枪放下 把把把把把把枪都放 放下 这样 我先出城 二十分钟我要是不回来 你就带着弟兄们 进入攻势准备抵抗 好 好 好嘞 蔡君 他弄我投降了 日本军人 可以自由在江海镇出路 不 这个我答应 我也会去说服 胡卫长答应 那指挥权和税金呢 税金的事 您得亲自找胡卫长去谈 我做不了商会的主 指挥权呢 指挥权 这样吧 在您找到好的军事主管之前 我先代理 或者我干脆辞职 让汪参谋长代理 等您找到了军事主管 这个保安团就归你们管 说起实话 田中俊 我呀 累了 我本来是大夫出身 我真不愿意干这事了 唐君 你是个好人 我预感着 我们会成为合作的伙伴 那您就先扯兵吧 这些条件 我们不能接受 尤其是税金问题 和码头管理问题 我并没有授权 汤靖虎 跟你们谈这些条件 什么 汤靖虎 你不是说胡会长 愿意坐下来 和我们谈这些事情吗 不是 您 您别问我 我这儿还纳闷呢 胡会长 您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这不您让我去跟人谈的吗 是我让你跟他们谈 我让你跟他们谈 退兵的问题 并不是什么条件 您怎么不明白呀 胡会长 没条件 人家凭什么退兵啊 您说是不是 田中大组 对呀 胡会长 请解释 条件可以谈 可是我并没有授权 让你谈码头和税金的问题 你自己说 我跟你说过这个吧 是 是 是 您没明着说 这个具体条件是什么 但是您这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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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说嘛 田中大组 我没说错呀 胡会长 您这就不对了吧 我怎么不对了 您这一面让我去跟人谈判 我去谈了 人家兵也退了 这人家人来了 您又说条件里面 没有税金跟码头的事 您这让我在日本友人面前 这不里外都不是人了吗 是你理解能力有问题 擅自做主张 好 我理解能力有问题 这事啊 我没法谈了 不谈就不谈吧 我还不想让你谈呢 有您那么干事的吗 陈金虎 唐团长 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谈了 胡会长 胡德普 把握握 陈金虎 把握握 我熟了 司令 司令 山下有一皇军求见 有一啥 皇军求见 你过来 皇军是你爹呀 皇军 皇军他是日本人 日本人就是倭寇 大哥 千万别这么说 苏明辉都不管咱们了 我还听说这日本人 他想收编咱们 他想收编就收编 我也得去呀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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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下那倭寇他说他叫小野 他还说 您一听他条件准确 小野 这小野是我肚子里的蛔虫啊 他都知道我想啥呢 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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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大哥 说不定真有啥好事呢 说不定真有啥好事呢 行 行 行 你先把小野叫上来 我听听这蛔虫怎么说 是 我赢了 我先喝酒 田中武 你很精明 一向以生意人自聚 怎么连汤静武和胡德普 演出这么拙劣的双簧 都看不出来吗 不是我看不出来 确实是他们两个在耍屋来 那你就这么轻易地放过他们 将军阁下 我是不会轻易善罢该休的 看来 不给他们点颜色 是不行的 援挺将军高见 命令下去 炮兵连队 炮击江海镇 记住 只是炮击外围 不能影响宝藏的勘探和挖掘 属下明白 金条我就收下了 看好了 山我是不能跟你下 枪我已经给你了 钱我也给你带来了 你不能说话不算话呀 不是我说话不算话 我跟你下山不等于 编入那保安团了吗 我下山可以 你得给我建立独立的建筑 你们给汤静武的一个 少将旅长干 怎么着给我弄个少将 二旅长什么的 你也想成为与汤静武一样的旅 对啊 可是你只有不到一个连的兵力 而且都是游兵散荣 我得回去请示 你还回去请示啥呀 我就是蒙张飞呀 我一个人顶他们一千个人的 蒙张飞你知道是干啥的不 那是三国时期的大将军哪 玩毛的 其实就是一卖肉的主人 我要是在古代 那我也是大将军哪 大将军 就管你要个小小的旅长 你都不肯给 太抠了 那好吧 我现在就任命你为二旅少将旅长 君贤致服的 你先自己定做一套 服装费 回到我给你报销 报销不报销的无所谓 我只要干预了个少将旅长就可以 我爹要知道这个消息啊 肯定从坟地里蹦出来 我们家出旅长了 晓得吗 快过来拜我 我现在是旅长了 舅舅 日本人真动手了 是啊 你跑兵已经攻打江海镇了 还好他们打的都是外围 那还算好 看来日本人是投鼠忌器 还是没忘了动宝藏的心思 不如还是有伤亡啊 伤亡眼中呢 已经一败多了 还没上升 看来这日本人是逼着咱们签这个条约啊 咱不能再去找日本人谈谈吗 你以为小鬼子还会让咱们唱双簧吗 逃是逃不了了 那有什么办法能拖一拖呢 拖 我也想让镇上的老百姓撤出江海镇 可是大兵压境 逃是逃不了了 那 非钱不可吧 非钱不可 静如啊 这个条约就让我来签了 这个骂名 就让老夫一个人顶着吧 护身上好像有人 哪一定是鬼谷 哪这是鬼谷 快走 快快 快点挖 快点挖 挖快点 再挖深点 好嘞 看这土 新挖的呀 看这土 新挖的呀 这是镇上居民的祖坟 是谁缺德丧良心的 挖人家祖坟 是啊 这不是切断人家的风水命脉吗 团长 你看 这边还有 走 大哥 我这两天听老百姓说镇上 山上有闹鬼火 是不是跟他有关系啊 那你这两天晚上就盯了点 看看到底是什么鬼 是啊 这个手庄 凤尖一定喜欢 刚才的姑娘 不好看 凤姐漂亮 走 我们去找凤姐去 我今天 一定要让她 沉浮在我这身下 你们两个 放心 有你们的好兄弟 往后找凤姐去 走走走 那有个不好骂 唐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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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姐一 凤姐就凤姐吧 凤姐一 凤姐一 被萧日文给抢钱了 什么 刚才吧 我在街上 看到邓丽和他的弟子呀 我就偷听他们说了呀 他说 他今天晚上 一定要把凤姐给 行行行 别说了 别说了 赶走吧 唐船长 唐船长 真是个好人啊 好 挖到尸骨了 好 挖到尸骨了 轻一点 轻一点啊 仔细地挖 再挖深一点 这就是传说中的鬼火啊 大半夜哥这干啥呢这是 小宝贝 你干吗 你给我出去 出去 我疼你 来 来 来 终于被我给抓住了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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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放开我 你们中国人 不是有你放 放开我 把胆子喊破了 也没人来救你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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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你 每每坏我好事 我就不放了 你能把我怎么的 来人 把东东撞一下 你 你干开枪 打日本公民 我打的就是你们大日本公民 怎么喽 唐舰武 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 付出代价的 阎四 不再给我带走 再走啊 愣着干什么 是 谁怕谁啊 傲八蛋 赶走我的女人 赶走我 走 我告诉你 背叁子 赶快走 别砸了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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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赶快走 赶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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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说句话呀 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行 不 我得先回去了 有什么事 你告诉我一声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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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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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没有权利抓我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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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不累呀 真是 你们敢把我关在这里 敢把一个大日本帝国公民 关在这里 你们还想不要过来 行了吧 妈 吵什么呀 唐靖武 你知不知道 你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 不知道 你们大半个中国 已经完全臣封有我大和民族了 你一个小小的 江海镇的保安团长 你难道吃了雄心包咋了吗 你敢管我 就是因为你在江海镇才敢关你 这儿没有被你们窝族占领 在江海镇犯了法 就得受到制裁 他 他 我实话告诉你 我的哥哥 是帝国的内阁承恩 小心他下令 吐了你们船长 内阁 你哥是内阁 内阁是哪个哥呀 哎 亲自我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唐 唐团 和猴 猴靖回来了 小姐 大哥 我今天晚上看见小野带着一帮人 去挖老百姓祖坟去了 好像是找什么东西似的 这帮鬼子 怎么就挖老人祖坟了呢 喂 没听侯 侯靖说吗 他们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找宝藏吧 宝藏 宝藏 我没跟你们说过吗 没有啊 不是 你 你这消息是从哪儿得来的 可 可靠吗 对了 那个 滕林 猴靖 你可得给我看好了 记住了啊 别让他睡觉 别给他水喝 那他渴了怎么办 渴了喝尿 便宜他了 喝尿还便宜他了 我说童子尿 袁团长 凤杰呢 从昨天开始 门也没出来过 饭也没吃 我上去看看 凤杰啊 凤杰 是我呀 你给我开开门 我给你说两句话 你走吧 我不想见你 凤杰 你听我说 我就看你一下 我就租 好吗 不不 凤杰 你听我说 你看什么呀 我跟你说呀 凤杰 你看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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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不走了 温妮 你怎么变成这样的 看见了 可以走了 温妮 你听我说啊 我知道吧 昨天对你人是打击天大的啊 不 不是 你 你 我 但我言小伯会嫌弃你的 我说过娶你 就一定娶你 我们保证端数 你看 这 这是我昨天嘛 给你买的 本来想早给你送过来的 你看看 喜欢吧 你 你 你这是干什么呀 你娶我 我昨天被人欺负的时候 你在哪儿呢 我 我不是找人来救你的吗 对 你找人来救我 我告诉你颜色 我从见你第一面我就讨厌你 我从来没想过嫁给你 不不不不 文妮 你不是说过吗 等我挡了这张以后 你也嫁给我呀 你忘了呀 你瞧瞧你这熊样 我能嫁给你 别说你当了镇长 你当了省长 当了大总统 我也不会张眼瞧你的 那你为什么 为什么 我耍你行了吧 你现在给我滚 滚 文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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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日友好 为了江海镇的太平 请你放了滕丽 小野军 你真是不明白啊 我这是为你名不平 什么 你想想 凤姐 原先是我准备介绍给你的 好 被滕丽差点没给糟蹋了 我就要给她抓过来 我给你出口气 什么东西 你不要再提上次舞会的事情了 凤姐 我很早就认识何必你介绍啊 你早就认识凤姐了 是 在你之后 但是 是在舞会之前 那是什么时候啊 什么时候 你不要绕开话题 我们还是 谈谈腾林的事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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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你先说 早就认识凤姐了 对不对 是你先说的 不是我是你 不是 咱们捋一下啊 咱捋一下啊 别着急别着急啊 是我先说的 我说 我原先准备介绍给你 把凤姐了对不对 对 你说呢 不用我介绍 你早就认识了对不对 是 我很早就认识凤姐 你看你是不是成任了嘛 谈谈你咱谈谈你咱 你是故意在给我绕圈子 没有 我只为你一句话 放人还是不放人 一个字 不放 这明明是两个字 那就两个字 坚决不放 唐靖武 你应该明白不放人的后 唐靖的哥哥 是日本内阁大葬省的官员 他已经通过陆军本部下命令 要不惜一切代价 救回他弟 江海镇这个中立区的好日子 就要到头了 你这是吓唬我 我没有吓唬你 啥呢 你就说吧 你怎么样才能放了滕灵 我知道 你发过狠话 我可以给你一个牌戒 还是小叶军善解仁义 这样吧 留下根手指头 这可行 宋哥 唐团长 我只要把人带回去 完成我的使命 好吧 我答应你的邀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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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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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就去那里开拓 兄弟们跟紧我 少了一个都寂寞 敢说敢做 我好奇却不落 守护着我的国 心有学习国 岂能再融落 在相应中打磨 把头抛过 冲破命运枷锁 我们曾许下的沉默 一直没变过 再苦再难都执着 就算生与死又如何 等到那一天 小看好山河 兄弟们跟紧我 少了一个都寂寞 敢说敢做 我好奇却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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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魔把头炮过 冲破命运枷锁 我们曾许下的承诺 一直没变过 再不再难都执着 就算生与死又如何 等到那一天 小看好山河 我们曾许下的承诺 一直没变过 踏风破浪木里装 就算生与死又如何 等到那一天 小看好山河